第二个也是马来西亚问的 莲花正相 莲花正相 他把信都写出来了 叫干正相 十足文集第266册 黄军的句子 第125 提到密教的修行 先把固体变液体 再把液体变气体 然后把气体变为神 把神化为光 这才叫做成就 我说这是修行的口节 制要制要 请问师尊 我们该如何把固体变液体 最后化为光 好 密教的修行 就变成液体 像我们今天呢 漫天的这个 粉庄 粉庄 浴灼 粉庄浴灼 今天外面呢 这雪是粉庄 是粉庄 液体呢 是固体呢 就是冰 今天烘 外面的烘又很大 那雪飘下来啊 整个哦 刚刚我出去外面 顶覆抹火 那个 旁边的这 轰一吹啊 整个雪飘到你身上 像那个盐一样 黏在你的脸上 黏在你的脸上 头上 脚上 到处都是 哦 真的很冷 告诉你 固体 就是冰 变成液体 就是水 变成气体 又是把这个水融化 就变成气体 然后气体呢 再变为神 在神再化为光 这个才叫成就 这是修行的口节 制药制药 没错 你 这里有菩提心业意 菩提心业意 在眉心轮有菩提心业意 吃固体 因为它是冰 一整块在这里 你要用什么把它变成热 让它滴下来 就是用佐佛 你身体的温度升高 佐佛上升 一直到这里 处着菩提心业意 菩提心业意就滴下来 就变成水 水跟佛 在你的五轮当中 给它互相融合 然后一直在燃烧 就变成气体 就变成气体 这个气体加上了 就变成命气 在命气里面 再给它融 再给它融 融掉了 就变成气体以后 它可以跑到前身各地 在脉里面跑前身各地 然后水跟佛交融的时候 它会产生光 就是化为光 火在燃烧的时候 也是光 当佛把水煮开的时候 那个水也化为气 水就化为气 那么气体 也会化为光 所以我们气脉明点的道理 就是这个样子 密教里面 气脉明点的道理 就是这个样子 你如果把这个意体 变成意体的时候 意体流掉了 流出你的体外了 叫做谢 叫做谢 意体保住了 就叫做无肉 居然有了意体 你就让佛给它烧 它就化成气 气就通所有的脉 那居然用火烧了水 变成气以后 它还可以变成光 变成一种光明出来 它是一种燃料 可以化成光 就是神 我只能够这样子讲 简单这样子讲 请问师尊 我们该如何把固体变成液体 用灼火 把固体融化 然后化为光 因为灼火本身就是光 灼火本身就是光 那气体 被你这个火烧到成为气体的时候 它会化为神 会转化为神 到各个脉 全部通通都通的时候 身体自然光明 就可以从你的身体里面出来 那么这个议题 也是油 也等于是油的一种 就是明点 等于是油一样的 那么火加上油 就更加的光明 这个就是光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